大家好,我找一隻標謎手錶系列 一隻很新的牌子,樣子都蠻好看的 H992 其實又不是很便宜的 它是992碎,差不多是9000多元 這些價錢,如果是港幣來計算 它是有些details的,稍後就跟你說 我特別喜歡它的帶子 但是它的面子都不錯 它這隻是深藍色的面子 做了一個太陽,不是太陽 是垂直的拉沙直紋 你看到它的外圈做法有些坑吵 簡直就是作為一個時鐘的刻度的表示 裡面的面子雖然是很平淡的 一塊藍色的沙紋 但是它外面其實是做了一個環 那個環也挺有趣的,是多了一個步驟 就是多了一個部件有層次感 在一些秒鐘刻度之餘 並且有一些釘釘的,好像以前的金屬石字一樣 整個面子看起來就更加豐富了 你看到很緊實 那個時分針,沒有夜光 所以亦都配合它的時錶的刻度也沒有夜光 我特別摸多幾下它的帶子,好像抽了去水 因為那張帶子也挺緊臭的 我看到這樣一格一格,好像緊合程度 拼臭程度很高 給我的感覺 是沒有縫的,一格一格,吸住吸住 這條帶子真的挺好的 反過來後面看到一個透明底蓋 用一隻瑞士SW200機身 正常的打磨 其實這隻錶不是貴的,不是便宜的 如果你說跟瑞士PR-X那些比,比PR-X一折更貴 你看到也有一個合理正常的打磨 有一個日內艾的植紋 然後下面的甲板也有一個魚鱗紋 錶面的特別做法,將時錶刻度的條字 移到外圈,是這個牌子的一個讀藥技巧 變得整個錶面更加簡約 好像一種看見只有牌子之外 都沒有什麼好似時錶刻度 並且加了一個很小的一個圖環 去做一些秒鐘的刻度 所以這個牌子給你的感覺 就是運動型間得來 其實也是很清新很簡約的一種表達方式 整體來說,造工設計都可以 如果可以在賣價上再便宜一點點 那就更加好 以我所知,錶尾和我說回 香港是未有代理的 通常都是直接在網上訂購 或者through其他不同的水貨渠道 我相信如果這個牌子正式有代理 進來香港這個市場 應該是買得不錯的 應該是買得不錯的 對,而是說了 你不客氣 但是,廢話